佛教有句話叫做大悲無言 真的碰到一些所謂 你就覺得悲慘的事件 或是說民生的悲苦 我們可以用無言來當地上 那你請偷偷去做法事就好了 你不要做法事 我都遲害了 我等你的意思 我還希望他當地狀 這個在宗教上大悲無言 在政治上叫大慘就下台 對啊 不是無言 我只是跟你講說 你要叫他做這些改變器都是不可能 不管你就要閉嘴 或者叫他下台 那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他是不是毒夫 我覺得接下來就是 以現在人民的上街的狀況 的確是所謂毒夫的意思是說 他聽不進你的大聲音 他沒有企圖尋求一些改變 或者轉換的可能 所以他獨斷獨行 認為自己是對的不會改變 那這個就是毒夫 所以我相信如果這個態度不改變 他的毒夫的這個印象 跟人民不斷上街去訴求去抗議 我覺得這個是不會終止的 如果回歸到剛剛講的這些毒夫 如果這些問題 老是政府的態度給我們感覺是這樣子 其實我非常同意 老是剛剛講的 就是說 這點我可能跟之前的看法比較不同 我覺得台灣的不是318 是一個所謂分水嶺 其實在過去之前 再激烈的動作都有 譬如說 當時邱一委員 他也企圖佔領公署 他開車不是在這個 他沒有要佔領 他是要去保全那個政治 但他沒有超過那條線 他開車衝進去了 他坐牢了嗎 他沒有衝進去 他開車撞 開車撞 沒有進去 我沒有指責他的意思 我沒有指責他的意思 我只要還原事實 我們講事實 我沒有說 你聽我把它講完 你不用急 我說我意見跟你不要 沒關係 我剛剛你在講的時候我也讓你講 就是他做了這個衝 所以台灣的社會運動的激烈程度 其實在每一個階段 他都有有輕有重 我覺得權力因為是爭取來 權力不是上帝恩寵 不會權力突然從天上掉下來 送你一個禮物給你 所以勞工的問題也一樣 勞工在每一次的抗爭 你說這個華龍案 你說這些案子 都是勞工不斷的透過各種方式 去抗爭所得來 所以台灣的民主化的過程裡面 這樣一步一步走 但是所有的抗爭的運動 我們都必須很清楚 就是他社會在面對每一個案子 他接受程度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說你在這個太陽花學院 你看社會給他很大的一個支持 但相對的馬上接著發生的 包圍中正一分局 看起來這個支持度就降得很低了 你說這一次反核這個上街 大家很多人你看民調都四五十%支持 各地偏地一看 可是當這些人 他去限制立委的人生自由的時候 看起來這個支持就這樣 所以他不會是所謂 一個有一個案子 所以後面就會鼓動 不對的 我覺得社會運動的過程 每一個過程 每一個案子 社會他都會對這個案子 有一個評價 但是我們不因為有人 對這個社會運動 採取了一個比較 大家認為不合比例的方式 而去否定了社會運動本身 對台灣的民主化 或許爭取弱勢者的權益裡面 這個運動所代表的價值 這是很件事情 當然今天是五一勞動節 可是我們所有關心的 勞工朋友當然有關心 可是全台灣有很多的事情 包括總統的施政過程當中 是不是傾聽民意這些 這個高度上來講 就是說 所有的人都要照顧到 可是之前 你剛才講的太陽化學院 是不是一個分水嶺 但是你如果看 包括林英雄先生 還有他的女兒所講 譬如他女兒講這個是 因為那個時候 立法院被圍 然後說不讓圍 有人出來 或什麼 因為林蕭美琴後來 不是都嗆說什麼 這難道就是我們要的民族嗎 然後林煥軍他們有發表 那裡面就有提到說 為什麼要去責備這些圍的人呢 他的意思是說 是逼這些人挺而走險的 那個叫專制政權 他父親說了 掌權者叫毒夫 他說這個叫專制政權 我尊重他們的看法 因為他們一種 在台灣整個民族化之前 所發生的事情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去談論他們個人的感受 那我先來講 台灣今天是一個專制政權嗎 顯然不是 台灣顯然不是一個專制政權嗎 台灣是一個有民主的 一個民主的體制 但是他有一個很糟糕 執政很差的總統 他的憲政體制 因為幾次的修憲 造成憲政體制問亂 這都是事實 我非常贊成各樣的社會委員 我們的國家也保障你上街抗爭的權益 那各種各樣的上街 各種各樣的社會運動 也達到不同的效果 那民主國家 本來就有各種各樣不同的方式 去表達你的意見跟不滿 那這個執政者 他的不好 他就會得到教訓 謝謝 包括姚老師 包括我也聽過 有一些來賓講說 他們已經窮盡所有的方式 不得不耳 所以才用這樣的方式 才能夠發聲 甚至蔡廷恢教授說 我還聽到他講說 他直接用暴政來形容 他的意思是說 沒有暴政 這些人怎麼會 有這種你們口中的暴兵 他是這樣講的 我可不可以回應一下 就是蔡廷恢教授 他長期在立法院門口 安營砸賽 然後人家也給他合法的權在那邊 那全世界大概也只有台灣這個地方 可以國會門口長期被某一個團體 在那邊示威抗議 那他抗議的訴求是什麼 他抗議的訴求是要公投要台獨 他並且說台灣一天不台獨成功 我一天不走 那我沒有辦法達成他的訴求 我覺得任何人都沒有辦法說 因為你要台獨 我必須要讓你成功 你才能夠離開街頭 沒有 所以我說 如果我們確定我們這個國家 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在我們這個民主的體制裡面 是有機制的 好 高級共同收費員的事情我不懂 我也在窮盡我的辦法 但是我不同意說 在民主的體制裡面 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我舉兩個例子 會計法 藍綠合作 偷渡成功 修出來一個滑天下之機 然後縱容人家貪污的會計法 結果有沒有人上街 沒有 只是輿論大花 社會反彈 最後他們丟下去了 對 這是不是一個民主機制 是 這件事情就是民主機制 就表示台灣不是一個專制體制 第二個 洪仲秋的事情 大家二十萬人上街頭 抗議 示威 表達民怨 然後為了一條命 然後為了國家這樣蠻撼 這些官員這樣蠻撼 壓迫馬政府 結果馬政府有沒有退縮 有 退縮了 退縮以後是不是法律修改了 法律修改了 是不是成功了 有沒有需要到霸占政府的關係 沒有 至於說服貌 服貌 那些人 他們偷渡進去 本身 這已經沒有道理講了 你一個民主國家 你在門口 你可以抗爭示威 你一旦進去 我沒有辦法同意 你有任何的正當性 當然最後這個總統 就是無能嘛 你就是在人家的壓力之下 你退縮 你讓步了 那我沒有辦法 他既然已經這樣 我也沒有辦法 我去抗議 抗議什麼呢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當我們這個社會 每天有各種各樣的衝突 跟不同的力量 每一個人要求的東西不一樣 好 米鳳姐 我們就來看的是 一邊被說是暴政 一邊被說是暴政 一邊被說是暴明 這樣情況真下台灣社會 會不會真的就沒完沒了 永無寧日啊 對 我第一個 我也不想要形容上街人 叫做暴明 那你說這個 我們用別人的詞嘛 因為吳玉森他有講過的時候 他覺得有很多是暴明 他沒有講全部的 他講說有很多後來做為是這樣 那如果上街人是暴明的話 那五四上街新黨的人 是不是暴明 我不覺得上街人是暴明 對嘛 善領國會 就是行政院的人是暴明 在我的定義中 我剛剛講的是吳玉森的定義啊 就我不喜歡講暴明 我也不覺得現在在說暴政啊 那個那個東西 太極端 離那個民主 離那個字眼上面 學術上的定義有點距離 我不知道啦 反正我就是覺得就是說 你現在人民這麼多的聲音 你都沒有辦法回應就對了啦 你就是一個無能的政府 我講你無能的政府 你要承認嘛 因為你的民調支持率這麼低 然後你把所有人都 一上街人你就說他是暴明 那暴明就是要通通抓起來啊 那你抓不到暴明 你這個人 你這個政府就是也是更懦弱 更無能啊 如果他們真的是暴明的話 所以我覺得你不要把隨便說 我覺得剛才舉一些什麼 上街頭很規矩 然後成功的例子 成功有成功規矩 很規矩上街頭成功的例子 有限啦 其實是更多是很規矩 但是完全都沒有成功 都是要有一個所謂的比較 就一定要用這樣的方式 就比較吸引人的 比較有創意的方式 才有可能成功嘛 那你現在街頭運動這麼多 那我大家都越來越吃越擋 擋著 那如果你沒有從根本去解決的話 你這個社會 你這個政府你還有兩年 我就不曉得你怎麼 你怎麼去統治你的社會 你社會上面每天都 都有人一些 用一些非常激動的方式 去跟你抗爭嘛 那老百姓就覺得 非常的不安寧嘛 然後你就每次都選 拿出那個選舉那一套 叫做藍綠對決 然後這造成不安寧的 就是在野黨 然後我們是安定了 國家的秩序的穩定者 那我覺得 我覺得那你就趕快 自行引退 趕快下台 去當紀委員講的 大悲無語的法師就好了 剛才米鳳講這個過程當中 我不曉得 中常委 你覺得是政府太軟弱 沒有辦法去因應到這部分 因為剛才講創意 我不知道這算不算創意 因為接下來這兩天 大家都在講捷運嘛 捷運 然後今天這兩天 你再看網路 還有說什麼號召 路過啦 那叫路過 就路過桃園機場 就你現在聽到 太多這一些了 所以民眾 一定有一些人會覺得 那也安捏 黃黃不可 那當然也有一些人 就這樣講說 他覺得不這樣子 沒有辦法吸引大家的注意 沒有辦法發聲 但是你佔領了行政院的時候 你就看到警力 法律的作為 那如果你今天來佔領捷運 郝龍斌已經講得很清楚 這一個執法者 那當時就焦點就是在立法院 立法院剛好就是說 在國會的警察權 長期以來被媒體凸顯 王院長他是不可能 在國會動用警察權 他認為在民主國家 在國會動用的警察 這個權力對國家的民主形象 是相當負面的 所以剛好這個事件 發生在立法院 因此就造成一個很尷尬 模糊的一個空間 因此在他們公佔行政院的時候 整個政府的作為是不一樣的 那這一點我們就要要求政府 法律是捍衛我們這個民主 最後一個防線 如果這個民主不是在法治的基礎上 這個民主就騙人 不要跟我說 民主都你們在說的 你等那麼多就是民主的表現 你願意抗爭 我不反對 我尊重 但是踩到紅線 警察打你是剛好而已 台灣那樣都沒有法律 既然你無來無去 不然你去跟捷運講話 市民就反斷了 人不能讓你 你的自由 不能侵犯到我生活的自由 市民就有那種事情 有的保障 雖然久不久你們等會流來流去 捷運你給它試試看 基礎你去試試看 人的人是說 不要說話 是說客氣、勤逼 你們就在訴求 有利不利 社會有公平 但是 只要打到紅線 因為過去就是剛才 之前說我說 為什麼有在法院這個事件 做生後面很多要控制的人 他有一個 頭領家的聲音 衝好 衝到電視有鏡頭 會做 又出名 他又不一定敢跟我們說 這叫做造成了一個 創造了模糊空間 所以後面這裡只要採越紅線 警力再不作為 法律再不作為 所以有法官、檢察官在說什麼 馬政府在扯扯人民 扯扯什麼 要把你狀態、處理就是扯扯 台灣法律都沒有應用 這樣扯扯 馬英九 如果總統 他這六年來會扯扯 電視給他五六年 跟電五六年 感覺到一間電影 是要扯什麼 我們絕對不是鼓勵去站 什麼捷運或是去包圍立委 我們不是鼓勵 但是我覺得做一個執政者 你就是在嗆瞎 你來吧 你來吧 我告訴你當報名 只有一個的時候 你們可以用法 用很多警察去 十個也可以 一千個也可以 好 那當無數報 當幾萬個 那就報名的都來的時候 你們可以用警察去全部控制嗎 那就是人心思辨的東西 所以說你們執政黨 每次都把這些人 劈上一個標籤叫報名 暴力分子 然後警察就法治處理 OK 我們依照依法法治處理 但是如果你們不解決 這些基本上民怨 當報名變成幾千萬人的時候 你們可以處理得了嗎 警察打人 我不曉得紅線在哪裡 犯罪人 犯了殺人罪的人被逮捕了 家屬追打警察都還要保護他 你不能打他的 他已經是犯罪了 學生都已經被靠在 他已經攻擊警察 沒有 他沒有攻擊 這是一個紅線 如果有攻擊 這條是紅線嘛 可是學生已經被壓制在那裡 拿棍子啊 敲啊敲 這就錯了嘛 那也檢討了 沒有檢討 到現在為止 到現在市政府警政署 打學生的也好 一個報告沒出來 我今天因為是勞動節 我順便替警察講一句話 就是今天在中南部過世的一位警員 是 可以 我這個因為有人給我這訊 我是用問號 我請教的 是不是因為柯先生要請假 你警方沒有准 你怨聲聲的還把他調派過來 直守個十天 我現在是鼓勵警員們自己成立工會啊 警察在這個方面對政府來講也是勞動者 他要爭取自己的權利嘛 你現在被政府這樣調過來調過去 作為他們私人的保護者 任意的使用 警察也要自己有這個意識 所以我就認為 現在大家都要遵守紅線 我同意 這個line很清楚 世界各國都已經有個先例了嘛 舉例來講 警察可以排除媒體嗎 那個就在烏克蘭蘇聯那種國家會這樣做 說哎呦 民意是保護把你趕走 沒有哪一個民主國家可以感動媒體 媒體都是給你最好的位置讓你報導事實 因為警察做了證不怕被拍 現在已經兩三次先排除媒體 這個不要檢討嗎